大象長長的鼻子正昂揚 全世界都聚集希望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參賽同學 大家好 大象有著長長的鼻子 大大灰灰的身體 大象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動物 您曾經有聽過彩色的大象嗎 我今天要為各位分享的故事是 大象愛馬 從前從前有一群大象 牠們有的年紀小 有的年紀老 有的高 有的矮 有的胖 有的肉麻麻 每一隻大象都有相同的顏色 只有愛馬例外 愛馬是隻花鴿子的大象 牠的身上有紅色 黃色 藍色 黑色 綠色 紫色 噢 好多顏色 有一天愛馬想來想去 怎麼也睡不著 因為和其他大象不一樣 牠覺得好煩喔 誰聽說過世界上有彩色的大象呢 因為牠們都笑我 愛馬走了好久好久 終於找到牠要那棵大樹 那棵樹上填滿的果子 是大象的顏色 愛馬捲取牠的長鼻子 搖啊搖啊 牠躺在地上滾過來滾過去 牠身上彩色的顏色都被蓋住了 哈哈 牠們不知道 我就是愛馬 不 噓 愛馬回到其他大象身邊 這群大象都靜靜得戰著 沒有一隻大象忍出是愛馬 愛馬越看越香笑 牠靜忍不住 放聲大象 不 突然間下起雨來 雨水落在愛馬身上 愛馬身上的花格子又出現了 有一隻年老的大象說 哈哈 愛馬 你開過那麼多玩笑 但這只是最好笑的一次呢 怎麼辦 才沒多久 你就變回原來的顏色了 還有一隻大象說 以後我們每一年都要慶祝這一天 把這一天定為愛馬節 所有的大象羽都要打扮得花花綠綠的樣子 只有愛馬要塗成大象的顏色 我好喜歡大象愛馬 雖然牠身上的顏色和一般大象不同 但五顏六色就是牠特別的地方 超酷的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時間三分零一秒 時間三分零一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